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也是中国队首位闯入奥运会女子800米决赛的选手 男子100米欲赛 苏炳天跑出10秒05的成绩 排名小组第二 顺利晋级半决赛 赛后苏炳天在采访中表示 今天通过比赛适应场地调整状态 明天会在半决赛中把半决赛当作决赛来跑 争取闯入奥运会前8名 当晚进行的男子跳远及格赛 黄承舟跳出7196的成绩 顺利进入男子跳远决赛 男子跳远决赛将于8月3日上午举行 8月1日上午 东将运会田径项目将进入第三比赛日的角逐 龚立娇 高阳 宋家园将携手出战女子千球决赛 他们将一起向领奖台发起冲击 让我们一起为中国田径健而加油 预祝他们在端运赛场再创佳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